好然後這是我之前參加學校大陸統治學研究 然後是為期11天然後費用的話大概3萬多塊4萬這樣 然後這是山東城市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在青島就是下飛機 然後其實我覺得大陸上那邊還蠻酷的 就是因為他們是就是被民主制的國家 所以他可能會可以強制徵收你的土地 因為他們的土地不是你所有就是你的土地 他們是以就是為期幾年這樣子去算 就是你那個土地你可能只能用幾年 然後到你的小孩你可能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他可能會強制徵收 然後我到時候去的時候就其實覺得就是很奇怪 就是你看到右邊就是南地荒芙 然後右邊左邊的地方就是那種城市大樓難改 就感覺就是一個地方卻有兩種不同的景色 就是就是感覺那種平覆差距非常的大 然後接著然後接著我們是第一個參觀是海爾集團 然後海爾集團是他是專門是在賣白色家電 比如說洗衣機啊或是冰箱 然後其實大陸他們會有三種的家電 之類的那種民居住就是家庭主婦會用的那種家電 那白色家電 然後黑色家電比較偏就是休閒類的 比如說電視啊電腦那些都是音響 就是像黑色家電 然後小家電就是算一種比較運動啊吹風機 就是他們大陸會這樣區分 然後他們海爾集團是一個非常大的集團 是全世界第四代的白色家電執照搶項 然後所以他裡面的就是他的 呃企業的園區分好像大 然後裡面好像那種取水流商啊 然後之類的那種 他還有一個獨立的自己的博物館 然後裡面都非常漂亮的感覺很高級 然後海爾集團他很他很 呃我這還蠻知識之旅的一個秘密 呃就是他要很重要的一個是 他發明了一個人單合一的一個策略 然後什麼是人單合一呢 就是你的訂單跟你的員工之間是一對一的關係 因為像很多企業他可能是會分不穩 然後可能會上面派下他們什麼工作 他們就專門工作 可是這樣的話可能會造成就是員工會想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工作 比如說會沒有那個興趣或者是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這個人單合就是 他會比如說 呃會有分 一個人 或是一區 他裡面有包括公關 有包括設計 有包括客戶端的那個業務 他們是一區的 然後他們就專門是在做那一區的業務 然後如果他們做得好的話 所有的利益都是他們幾個評分 所以你可能會做的時候 你會為了讓自己的 呃就是 薪水很高 就會很認真去做那件事情 就是大部分主要是這樣 所以它是財務標管理 然後就是讓每個員工自己去承擔他自己的訂單 然後相對的他們自己的收益也是自己就是承擔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自主經理 然後還有自己自己的三權 自主人權 自主分配權跟現場決議權 就是還蠻自由的一個 呃一個政策 然後就是大家會比較有目標 比較有那種激勵去做一些人就是 就是讓公司更好的事情 然後這個比較輕鬆一點是參加青島啤酒廠 它是一個滿大價的廠商 然後我們參觀裡面的時候 他就是會有一些就是物流方面的東西 就是你會看到猴子猴子啤酒在那邊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們 因為他就是就上面就有一個玻璃窗 然後那我們看到他們下面有一個人 就是就是那種就是品流流程的樣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一直看著一個人 因為他一直不動 他就一直站在那裡然後都不動 然後我們就想說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人 然後我們就一直把拍打玻璃窗 好像不太好 然後後來就動了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這樣 所以他都要專門人在看這個都一直在看他 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他們還比較 就是後來是青島啤酒廠 然後他青島啤酒廠那邊還有提供 就是免費喝到飽的青島啤酒 所以就是你大概下面就可以跟他買一些 就是一直可以續杯 然後因為他們的啤酒是就是 不是放在啤酒罐裡面 就是是很新鮮很純粹的那種 就沒有那種發酵 然後怎麼講就是那種感覺不一樣 然後喝起來就非常的鮮甜 然後我們來講這種美食結尾 然後這個是我們他們附近的那個 專門給外國遊客的那個餐廳 然後因為他們非常誇張 就是他們可能會覺得 喔是真的嗎 他們可能會 他們可能會覺得就是 就是外國遊客錢很好賺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吃 我們那時候吃了兩個小時 然後過了那兩個小時 大概就有十個人進來賣花 然後十個人進來說要唱歌 因為他們會說 欸你們要不要唱歌 然後他們唱歌的話 反正就要一百塊人民幣 然後他一直賣花 就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有進來賣花 然後後來我們 因為我們有男生就是受不了 就是那種女生的那種 就是可憐的求情 所以後來我們還是買的 就是他們都會這樣賺外國人的現象 然後我們還有去華東百利酒莊 然後他是由百利這個人知道 然後他那邊還蠻酷的 他們裡面的就是 他是在山丘上 然後因為其實打開是溫帶氣候 是地區 然後那邊就很舒爽 然後這個他們還有養那個孔雀 然後應該看不到 這隻孔雀台平的 然後他就是他們種的那個就是胡桃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酒窖 然後酒窖是用 他這邊有分 就是他是好像從1990年 一直到現在的2021年的酒都有 2022年應該是未來就是釀出來 會放在那裡 然後這邊是用那個橡木桶 然後這邊好像會有非常非常大的 橡木桶會不會用照到 然後像是那個月亮還有粉朵的照片 然後就是月純放月酒的 放月酒的橡木桶會可以越香 因為他馬上有常常說 橡木桶可以有那個空氣 進入到橡木桶裡面 然後可以讓就是酒進入 接觸一點點空氣之後 會更加的香醇 然後我們還有去大廟 就是孔子的故鄉 然後因為就是很多皇帝 他們可能要即位之後 就會來這邊做就是 就是登皇大 就是登皇的典 登基典大典禮 然後所以就是這個地方就還蠻多人 然後你看這個石頭 就是他這個顏色不一樣 然後顏色不一樣的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他有一個傳說 就是你只要摸著那個石頭轉個石圈 所以就會有好運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們純粿的人在那邊摸著石頭轉個石圈 然後顏色不一樣 可能就是因為被人摸太多邊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比較水 我只能在上面看而已 然後這個就是皇上他們居住的地方 對 然後這個是暴徒泉 然後被泉龍稱為第一泉 因為他這邊 他這邊就是有三個泉水會從裡面回到水 就是往上摸這樣 然後就是他的水非常清澈 然後就是好像可以直接河 非常清澈 就是可以見地 然後大明虎 其實我覺得大明虎也很漂亮 就是 就是有點臭臭 就是有點臭臭 對啊 就是其實我覺得暴徒泉還比較可以去 然後有點臭臭的這樣 然後他這邊有船可以坐 可是我去的時候人很少 所以就沒有多坐 然後這個Tino 他在我們上次參加一個叫八大關 然後他是非常非常 就是被世界層列為 就是非常適合人居住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邊就是有 嗯 因為有八個關 就八條路 所以三百萬人居住的那神的關 命名 所以才會八大關 然後被為人萬國建築官會 因為他每個關裡面就有不同 因為之前清澈被很多國家統治過 所以他那邊就有很多不同的建築 比如德國啊 西蘭西班牙之類的 因為他無亂講的那些 對啊 他有很多建築 然後他附近的公園很漂亮 就感覺就是 就我應該以後有錢 可能在那邊買地吧 可是那一塊地好像要好幾億 就是才小小一塊地 要好幾億 然後這是他的公園 旁邊的公園很漂亮 然後最後最後 然後這是青島德國總督府 然後因為他沒有照片 所以我應該會用什麼 然後他裡面不能照相 可是 他是因為之前是青島總 顧名思義 他是青島總督府做的地方 然後他之前就跟設計師說 他想要辦公間家居 因為他好像有一個老婆跟兩個兒子 還有一個就是仆人那樣子的 然後這個地方是你一進去會看到的地方 就是大廳 然後通常他這邊 這邊有三個小窗子 然後裡面有個小窗子是家裡的那個主人 可以從裡面看到外面 所以就是代表說 如果你有客人來的話 他可以先從在那邊偷虧 就有點蠻變態 偷虧你的那個客人就是是誰 然後要不要讓他進來之類的 然後這是他的大廳 然後 然後這棟建築還蠻特別的 他沒有任何用任何一個釘子 製作他全部都是就是木頭跟木頭相牽起來製作 他結構還蠻特別的 然後這邊也是他的大廳 再來 我還蠻像這個地方 這是他的那個 我看一下 花廊吧 這個地方是他的那個溫室 對他們有個溫室在二樓 然後上面這個地方有個拉線 然後可以因為他上面是一個玻璃窗 那你拉那個拉線的話整個玻璃會打開 然後就會變成一個透片的樣子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溫室 就是噴泉 他蠻漂亮的 可是他現在這張噴泉是打的 然後裡面蠻特別的一個 是他的水晶吊燈跟這個三角的鋼琴 因為他鋼琴的那個每個鍵盤是 每個鍵盤都是向喇製作 然後非常貴好像好幾百萬這樣 好了那大家有沒有問題嗎 我有給你壓力嗎 沒有沒有 幫我給你結束 因為我沒有看仔細的 對 好 因為 好 要問你嗎 因為是 這個問題 三宗團隊要四萬 三萬多 三萬多 那時候我已經決定好要去了這樣 對啊 然後那時候差點不能沈想 可是後來還是去了 對啊 然後有一次我覺得燒酒吧 就是我去他們的那個夜市 然後他們夜市就是 我去看他們那種烤肉 然後他那個上面那個烤肉 大概是黑的 就敢用敲酒 然後更誇張的是我看到他的烤肉 在烤的是那種蟑螂 還是就是某一種烤肉 那種甲殼類的蟲 然後我就覺得很噁心 你知道嗎 可是其實 就是 吃了也沒有拉肚子 我沒有吃那個假蟑螂 但我吃在烤肉 對 但吃了也沒有拉肚子 可是我沒有去 因為我們有去那個 他們的大學 喔 他們的大學參觀 然後我覺得還蠻有趣 就是我問他說 就是 你這樣子跟台灣就是指檢關係 就我們還問的還蠻犀 然後他就說 不會啊 我能理解你們 為什麼我不想要跟我們就是合定 就是他們直接講出來 他就說 我們也覺得OK啦 之類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們 就是搶電話 就是搶電話 對啊 他們就覺得 對啊 他們就很能理解我們不想要 我們想要努力的心情 然後他們也變得很就是釋懷 可是只有那女生啦 因為女生蠻特別的 對啊 嗯 然後 中國石油大學吧 對啊 然後他們還有 喔 就是中國大學之前有分221工程跟985工程 221工程 對 他們就叫 什麼 211 211 就是他是全全中國前百名的大學 然後985是前20名 不過之前都已經停了 他現在是變成了我想像 2011年什麼的大學吧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某一個 對啊 反正就是進入一些大學才是最頂尖的 嗯 還有問題嗎 好 喔 你都是去酒廠嗎 你告訴我 哈哈哈 別人學 那些 那些 因為山中都還喝酒嗎 還是有去一些 其他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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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泰山 泰山 泰山 嗯 可是因為人很多 其實 就 覺得 還蠻漂亮啦 可是你要自己找一些沒有人的景點 嗯 嗯 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團的成績 喔 因為學校他固定都會每一年都會辦 然後我們下一年是去那個濟南 欸 陝西 就是每一年都會辦 他會辦兩團 一團是去美加 然後另外一團是去就是中國 學校 學校的那個 學校都有這個 沒有只有管院 可惡 哈哈 對不起喔 只要管院 別人吧 也是可怕 所以別人的團隊比較鬼嗎 別人團隊應該是也可以升級 可是 比較難 比較難 比較難進去 因為我們這次有一百二十幾個參加 是有偵選嗎 沒有偵選 你知道喔 可是有錢就 這樣有錢就可以去 他叫投資演習 大陸投資研究 我也不知道知道什麼 好像都會喝酒 沒有 沒有 是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把一些行程用出來 因為以前行程就是 就是參觀各大企業大潤發之類的 然後我們會講一些 就是他們 就是如何經營他們的企業 他們叫企業 就是企業 當初參加這個團隊 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 期許呢 變色 好像變色 變色 其實是 因為我覺得 好像沒有去彼岸看一下 因為他們畢竟 畢竟我們之後會 就是 常常會聯絡嘛 所以還是去知道 他們那一個情況 收貨 收貨喔 就是 好難講喔 就是他們 嗯 會知道一些他們當地的一些情況 比如說 他們百貨公司旁邊就是夜市 這我覺得是非常奇怪 對 而且他們夜市就是 都擺在地板上 就感覺就是 嗯 就是很奇怪 然後我之前好像九點半的時候 進去他們百貨公司裡面 然後那時候可能要關門了 然後我就 我還在搭到四樓的那個 就是手舞梯 你看我還在裡面喔 然後那手舞梯團停了 因為他們要關門了 然後我還在裡面 覺得很錯愕 然後結果 然後我們就看到每一個那個 就是店員 都全部都沒有放著 他們人都走了 就沒有你這樣 對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我只要東西一拿 就是他們也不會發現 然後你知道我後來我要走 就是走出那個百貨公司 他所有大門都關了耶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要從來走出去 然後我後來是從那個 緊急到拋牲口出去 就跟著他們店員走 那他們好像就是 嚇完一張 你就馬上就回家了 嗯 然後他們的種形性 對啊 我記得以前那一個 就是在唱歌的時候 有老師講說 東北人就是長得比較高 那去的時候 真的覺得他們很緊 有有有 他們都說他們是東北俏姑娘 俏姑娘 就很豪爽豪放 對啊 但是他們 就我遇到那些 就是東北人 他們就是 個性很大 很開放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學校 因為我那時候以為就是 中國應該會對一些 對一些 對 就是 就是同志會有那種 不好的印象 他們就直接說 欸你知道我們學校有個鐘 然後我們就是女同志 都在那邊互相告白 然後我就 哇哇哇哇 我覺得還蠻酷的 喂 喂